大家好,我是水本橋 因為程下他已經喝多了 講的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 但我還沒開始喝 所以可以稍微幫他補充一下 我今天因為帶小孩來 所以沒辦法帶電腦 但是在slide 我就用描述的讓大家想像一下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方式來做 大家知道我們前兩個禮拜幫忙內閣上課 其中有一段很重要的就是講說 政府的思維怎麼樣改變 我們知道政務官、事務官、政府官員 跟最新科技的距離 一定是越來越遠 不要說他們連我都越來越遠 所以他們絕對跟不上 所以他們不要想說去上什麼網路趨勢 他們就把這些事情放給民間來做就對了 那大家也知道最近的柯文哲現象 所以我就給這些官員們做了一個比較表 柯文哲跟郭台銘 相同地方、不同的地方 那第一個是兩人都很獨裁 是相同的地方 那不同的地方是柯文哲會充分授權 郭台銘不會充分授權 所以柯文哲勝 第二個是兩人都講求高效率 那柯文哲要透過文官體系來做事 郭台銘可以用民間的力量 民間企業的方式來做事 所以郭台銘勝 那最後一點是兩人都很自大 講話都很白目 那但是柯文哲粉絲很多 郭台銘錢很多 那這個不能說哪一邊直接就剩 因為有人沒錢有錢沒錢 都是辦不了事 所以兩個要加起來才會剩 所以這個台灣開放資料中心的構想 就是說由政府支持民間出資 當然不是郭台銘出資 那我們找十家不同的企業 跨各個領域 包括電信、食品、金融等等 各種不同的領域 然後一些比較有社會 這個企業社會責任觀念的 這些企業來出錢 然後來做這個開放資料中心 然後讓大家在這上面 把政府的資料放出來 然後大家修正資料放在上面 不必送回政府去污染他的資料庫 那用這些方式來做 然後大家在這上面 可以有一個創新創業的環境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政府不用出錢 然後民間出錢出力 那政府呢 只要officially說 我的資料放給你就對了 當然這也不是獨家的 可以有很多家 所以像剛剛董國士的 這個Digo也可以做 然後現在看起來 我是必須要喝一杯嗎 OK 好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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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杯 還有一杯 沒有關係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我們會在3月份 正式展開這個計畫 目前成下在很努力的 這個編寫計畫 執行細節之中 然後我們也需要人 這個基金會出錢會付 多time的人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 歡迎來加入 掌聲下報名 那 在計畫執行的這個內容上面 我們也會做相當程度的公開 然後讓大家能夠參與 那最重要的是像 比如說 V台灣計畫這種 關於政府民間意見交流的平台 我們也提供免費的資源 來給它使用 然後大家很多 關於開放資料計畫 你就不用去租Amazon 那些 付那些 國外貴桑桑的東西 開放文化計畫這邊 就是說 這個 TODC 台灣Open Data Center 這個計畫 原則上就是說 如果你是營利事業 那你可以來租VM做你的事情 或者你直接把資料 讀去做你的事情 都可以 但是我們的收費 一定會比Amazon便宜很多 絕對不超過Amazon的一半 那如果是非營利事業 NGO這些來用的話 我們還會再考慮 以成本價來提供這些服務 讓大家能夠充分運用開放資料 然後本地處理 你不用去政府拉 反應很慢 然後而且我們未來計畫 擴展到不只台灣 我們把全世界的開放資料 都撈回來 然後集中在本地 讓大家能夠在高效率的狀況下 來做這些你想要的運算 那也讓這個資料中心以後 變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那不用再 就過幾年之後 就不用再仰賴企業捐款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